林成敏父亲慌慌张张跑进派出所 要警方帮帮忙 原来是他9个月大的女儿 打了流感疫苗后开始抽搐昏迷 急得要远景替他鸣笛开到送医 远景到货速跳上车 沿路鸣笛市井请右路人礼浪 因为本来从三重前往新光医院 要7.2公里的路程开20分钟 开到后8分钟活速抵达 他是不直接走到忽闹吗 忽闹完之后就全身就开始软暗了 然后意识模糊 他是没有昏倒是意识模糊 叫他就没有反应这样子 我们就觉得不对 就赶快要送去 女儿父亲还原事发经过 他说20号上午9点多 妻子带着女儿到卢州诊所 打第一剂的流感疫苗 本来都好好的 却在晚上10点左右 开始发烧不舒服 直到11点突然抽搐 让他吓得赶紧送医 不过医生表示 女婴到院后 各项素质正常 就让他回家 但小二科医生表示 打流感疫苗 引发抽搐十分罕见 热性静囊所引起的 这个抽搐 通常很短暂期间内 发生很快就恢复了 医师推测 有可能是先发烧 引发的热性静囊 尤其是六个月到六岁的孩子 最常发生 据回女婴打流感疫苗 突然抽搐 吓坏家长 索性 虚惊一场 记者张俊慧 吴新闻在新北市报道